剛剛講到的就是友台的節目 他們也有粉專 結果粉專放了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的第一張電視牆 第一張圖卡 右上角的就是這一張照片 蔡英文總統曾經親吻 陳偉英的小孩 結果就這樣一個 應該是滿溫馨的 尤其是照這個林的解讀的話 溫馨的畫面 對啊 結果咧 太嚴重了 現在說這樣子的話 你的貼文是違反社群守則中 有關裸露或性行為的規定 這時候我們就在想 很納悶 怎麼會這樣子解讀 對 而且想到之前 其實你看韓國瑜的社團 就是舔韓國瑜社團 三十幾個也被臉書認為 就是有不當的問題 所以也都關掉了 現在用這個例子來看 到底說臉書 它變成說 好像言論自由的一把尺 就是說你覺得 對 你認為不好的或是怎麼樣 但是大家在質疑的就是說 這把尺有沒有偏向哪一方 我們要講現場 這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說NCC當然是說 你管電視 網路的話管不到 可是現在很多的社群 都在臉書上 發現臉書上 管的尺度感覺怪怪的 標準在哪裡也看不準 其實NCC 你看它的法律第二條它講 通訊傳播講的是什麼 有線 無線 衛星或其他電子傳輸 不設施傳送聲音 影像 文字或數據者 或數據者 各位 網路算不算 算 NCC要不要你出來說明一下 以這個法律上的寫法 網路算 所有的傳播都正不作為 我想法律大家就釐清清楚 所以NCC大家認為說 我只能管電視台 有線 無線電視台 錯 其他都可以管 網路都可以管 這些不正確的訊息 NCC當然應該要管 另外我講到FB就是臉書 臉書是哪一個國家擁有的 美國 其實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我在很多個月前就聽到了 Facebook甚至其他一些網路 會對台灣的藍的網軍 會開始把你蓋掉 把你取消掉 這是我在好幾個月前 我覺得你聽到的訊息 但今天也證實 其實剛剛那個蔡英文 報那個小孩的圖片 或者其他 那個其實根本 如果從FB解釋 說有裸露 或者其他的性行為 是完全不符合的 完全不符合 我不相信真正的 真正的FB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誰在操控 我覺得美國的FB的Headquarter 你的總部要出來解釋一下 我覺得基本上 要從你那邊來做解釋了 你不是在這裡 誰有權 是亞太你們自己的分社的公司 有這個權利嗎 還是你們總公司有這個權利 你們法律的標準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中間侵犯到了 甚至NCC裡面講到了什麼 人民資的權利 跟消費者的權益 我覺得這都是相關的 所以NCC也要出來 對於這個部分也要做處分 否則你就是行政不作為 你NCC也犯法 我現在必須要講 NCC對三例的不作為 你已經犯法 你已經犯法了 這個事情到了後來 一定要做給處理 你NCC為什麼 我們要去設立這個單位 主要就是要讓人民有資的權利 消費者要得到公平的對待 然後所有的傳播 都必須要納入一個正軌來做管理 就符合這些要求的標準 而不是你看到哪一個不順眼 或者政黨的色彩 你就修理哪一個人 哪一群人運用網路不對 這些東西可以讓他去受到修理 我覺得這些所有的訊息 到NCC必須要出來做個解釋 但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難道沒有司法檢調單位了嗎 我們難道沒有中選會了嗎 我們難道沒有內政部了嗎 我們這些單位 都能夠管到人民的權利的 或者不受到傷害的 這些單位怎麼都不見了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運用網軍的攻擊 可以去控制媒體 對對手進行這樣的抹黑 而不作聲的政府 我沒有看到 我從來沒有看到 尤其是執政的政府 可以這樣做 我沒有看到 我要跟各位全國的同胞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說 尤其是選民 我們最重要是要有資的權利 我們要知道每一個候選人 真正的政見 真正的真相 我們不可以讓任何的候選人 因為遭受到抹黑 或者不實的訊息 然後讓他有困難 甚至沒有當選 這是選罷法裡面 嚴格規定不可以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我們就法論法 就民主論民主 就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來言論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要搞清楚 我覺得在這時候 就像寒冰講的 該是我們所有的群眾 大家一起站出來的時候 我們如果在這個時候 還不去要求法律應該照顧我們 資得權利的 我們到最後 我們就會被同樣的被當掉 被抹黑掉 被扭曲掉 是 好 我們來看現在 當然選戰倒數19天了 很緊張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說 現在也看不到 所謂真實的民調了 我們就看看街頭的民調 是不是更真實 就是這一場1 2 2 1 挺韓 罷韓 兩場大遊行 人數是多寡 各自有解讀 我們先說 現在你看 這個國政隊是不是借著罷韓 是借東風 反而催出藍軍歸隊了 怎麼這麼多人 真的是超乎預期吧 但是這個潘恤他就反而意思是說 民調是不是聰明反背 聰明誤 他有他的說法 不過我們要先來看看 兩邊的人數 到底哪邊比較多 挺韓的這邊說 多少 35萬人最後是這個 主辦單位喊出來的35萬人數 那罷韓呢 罷韓說我們人更多 罷韓在晚上7點的時候 喊出來50萬人 50萬人上街頭 50萬人怎麼出來的呢 但是這個照片看起來 感覺沒有像挺韓這麼密集 是不是真的有人都在底下 這一條長長的布 這個韓國瑜講的遮羞布的底下 不知道 因為民進黨他們有拍出一些照片 應該是綠營的人 有拍出一些照片 但我們今天看 韓國瑜他是怎麼說的 來 韓 終於昨天 罷韓團體隆重登場 但是這麼長的一塊布 號稱50萬人 我們開玩笑講 這個布裡面是不是有 48萬人躲在下面 2萬人在街頭 所以我說這一塊遮羞布 這麼的長 完全沒有人想到 會用這種障眼法 這種遮羞布的方式 來擴充人數 造成假象 比這個劉謙變魔術還厲害 是不是有48萬人 躲在這個遮羞布底下 所以人數其實沒有 他們所喊出的50萬人這麼多 當然在今天早上的一場 韓陣營的記者會 他們也有他們所謂 比較科學的一個算法 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個面積的部分 而今天藍這邊是多少 主廠面積5萬4千5百平方公尺 加上周圍公園的道路 這個周圍是有腹地的 所以說是集結35萬人 可是如果你說 你有50萬人的話 你這個地形 你這個環境 有這個條件嗎 這個韓陣營就拿來質疑說 不可能吧 因為你的主會廠面積 是1萬2千平方公尺 你周圍其實沒有腹地 沒腹地 卻只有巷弄 請問可以塞得了50萬人嗎 在看這張圖 剛剛講說這個主會廠 周圍只有1萬2千平方公尺 塞得了50萬人嗎 最後韓陣營這邊講說 沒關係我讓你全部都擺滿好了 出發點跟集結點 你看1萬2千公尺 然後1萬3千3百公尺 然後再加上這一條路上 滿滿的都是人的話 這個是各十百千萬 12萬2千4百平方公尺 全部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1平方公尺幾三個人 算起來加中起來是44萬人 如果全部占滿人 完全占滿人的話 那你說50萬人也不可能 多出來的6萬人要去哪裡占 何況還有綠色的布條 長長的布條 那是下面全部都是塞滿了人嗎 否則的話 否則怎麼能夠有這麼多人呢 這個人數到底是不是碰轟 明顯 我講遊行之前 我先講剛剛網路的 我對那個網路實在是 就是說 剛剛主持人有特別提到 說挺寒的 粉絲團最近被下架的是30幾個 不只 217 110個是粉絲專業 還有99個社團 被下架了217 拜託 這一種被下架 你說臉書審查記憶書說這些 裡面有一些訊息是錯誤的 那打馬漢將呢 打馬漢將多少錯誤了 為什麼不用下架 打馬漢將你背後是誰在挺你的 打馬漢將果然很漢 是 你不是背後挺你的漢 臉書老實在講 臉書台灣總公司的 經理 我們之前還拜會國民黨中央 跟我們說要跟我們維持 一個好關係 結果這樣在整我們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大家一人一心去抗議 你打馬漢將這一些 挺韓的可以217個粉絲團 可以下架 打馬漢將不用下架嗎 一樣標準 臉書不能有雙重機制 至於說遊行的部分 禮拜天我有去 因為我在跟錄貴節目 那個我們的人多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錄你們節目的時候 那個棚子 光趴在旁邊 差點把棚子壓垮 你們主辦單位還一直出來 當調查隊說趕快散開 趕快散開 我跟韓濱 韓濱也在 我們幾個光簽名字 簽到真的手 我到現在手還在痠 因為人潮真的多到 真的我無法形容 你也嚇到了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 藍軍的活動有那麼多人 然後特別那麼熱情的 當然民黨的我沒去看 不過這個活動 基本上是一個霸函的活動 霸函的活動是怎樣 只要蔡英文 我只問蔡英文 蔡英文就任的時候 他2016年就任的時候 他出來講一句話 他說不要用100天 論斷我的成敗 你為什麼引力這些人 不到半年開始就推動霸韓國瑜 這樣對嗎 這不是雙重標準 為什麼蔡英文就說 你不要100天 100天論斷我的成敗 為什麼半年就開始推動霸韓 是這樣子嗎 這不是雙重標準 所以那一天我覺得是這樣 連人數都在灌水 50萬人怎麼來的 就像你們講堆馬戲團 那遊行還堆三層樓 四層樓這樣子嗎 空拍照片都可以出來 至於說韓國瑜講的 那個市民有沒有標準 那個布底下 我們都看到很多照片 底下都空的 當然布拉那麼長的時候 你底下都有人嗎 那個布你看拉了一兩百公尺 那底下有人他怎麼走 所以裡面大部分都是空的 你只要 王定宇拍了一張照片說 布底下也有人 可能在其中一個部分有人 大部分都是空的 像淑慧臉書也PO了一張 就人站在旁邊 然後用腰這樣拉著這邊走 因為你畢竟 你遊行的時候一定在外面 你在布底下 你那麼長怎麼走 所以想像是這樣 國民黨是這樣 國民黨也有大國旗 因為大國旗面積還好 大概你們攝影棚那麼大 底下塞滿人 我還看著前方可以走 民黨那布條那麼長 底下如果都是人怎麼走 所以很合理的就是說 底下都空的 你看你們的鏡頭看得出來 那布條多長 如果底下都是人的話 他怎麼走路 所以拜託 民黨不要碰壞了 50萬人去看一下網路上去抓 印度最近不是那個 之前不是集會遊行 有 我們的圖在這裡 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要特別注意到 真正的50萬人在印度 我好看 完全看不到空隙 那個密密麻麻 民黨說那個 包含遊行有50萬人 怎麼比 兩張照片看在一起 你說幾個布條這樣 所以 韓國會講的遮羞布沒有錯 連人數都可以造假 網路都可以造假 1450都可以造假 民黨不是一個詐騙集團嗎 對啊 來 朱惠 你知道我現在在幹嘛嗎 因為我今天叫邱宇軒 到五福山路海邊路的現場 去直播 說從五福山路一直走到 國軍英雄館到底有多長 大概兩三百公尺的路 然後真的攝影技術蠻厲害的 就是把它一鏡到底的 全部濃縮在一張照片裡面 我們並不是在質疑 這張照片作假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質疑 大家只是在想說 這種長鏡頭的壓縮以後 所有網友 尤其是高雄朋友 他常常經過五福山路 他就感覺怪怪的 那你怎麼可以怪怪的 你就要告人家質疑呢 好啦 那再回到說 今天好像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那有沒有民進黨這一邊 或者是說WeCare這邊 反過來你為什麼不去質疑 韓國瑜這邊的人數 是不是有真的那麼多呢 沒有人在質疑對不對 連特定媒體也沒有來質疑 也沒有說你這個照片假的 你這個照片 其實郎郎旁邊沒有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找到 這樣子的相關令人 起人疑鬥的場景 因為事實上那一天 韓首長的那個活動 那個人滿到我就說 我在那邊走了四個小時 都走不到主舞台 我就沿路一直就 就都是人 到處都是人 那今天你WeCare 就露出太多的疑點 好 這都沒有關係 其實我認真說 哪邊的人數多寡 對我來說都是民意的展現 我都支持你 我只希望你們做一件事情 到高雄去消費 好好的吃好 喝好 玩好 但是不要再來消費高雄 你們到高雄消費 高雄民眾無限歡迎 但是不要去利用你們的政治目的 去消費高雄 引力是什麼人 引力是陳菊的前朝官員 你憑什麼去發起這個霸函的行動 你認為陳菊市長做得比韓國瑜市長好 所以你要去發動霸函嗎 那可以嘛 你總要先回應柯文哲說的 三千億怎麼騎 可以去打位利息一天多少 你要講啊 你都不講你躲在這一些 你煽動出來的霸函的群眾之後 你算什麼好漢呢 而且我要跟大家報告 大家去看WeCare的臉書裡面 他裡面PO的照片 他們把這麼多的政治文宣跟口號 拿到學校去發給學生 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裡面的照片就很多學生 其實我們的學生 校園不應該有政治進入的 可是那些學生是拿著那一些標語 在他們的校園裡面 然後在那邊照相 小朋友年輕人好玩 你給他這個他讓你拍照是OK的 可是你可以讓這些文宣標語 進入校園嗎 還是你要告訴我說 這個都是學生的自治呢 可是政治真的要這樣侵入校園嗎 我們真的要那麼小 就讓這一些 不管是國中生也好 高中生也好 這麼早就開始被你們灌輸 藍綠必須要選邊站嗎 這麼小就必須要被你們灌輸說 韓國瑜炒包 韓國瑜賣台 這些觀念是小朋友本身自己有的 還是你們這些噁心的大人 灌輸給他的呢 當我看到WeCare 彈兒黃之兒把這些小朋友的臉 通通PO出來的時候 我都很想問他 你們有沒有違反兒少法 因為我覺得裡面有很多小朋友的年紀 沒有到16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過分的 照相的場景就是在校園裡面 感覺就在校園裡面 那可以這個樣子嗎 選舉有選成這個樣子嗎 為了你們的政權保衛戰 為了你們的利益保衛戰 你們把台灣所有的倫理道德 所有的愛通通給抹殺到 我覺得這個是讓人家 這場選舉最可悲的地方 看到現在大家去比較 全程可以兩邊都有直播 兩邊都有錄影帶 錄影帶是沒辦法騙人 大家可以去看 一邊是充滿了歡樂 沒有說要下架誰 也沒有在罵誰 大家就是全力挺韓國瑜 另外一邊 你要做什麼你都不知道 一下子挺香港 一下子罵韓國瑜 一下子說人家草包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要光復什麼東西 你們知不知道 到底是光復高雄 還是花光高雄 你敢不敢對外說 所以我對於We Care發起這個活動 我覺得毫無正當性 就是因為引力毫無正當性 是 所以才會說 這次好像像是一個借東風 催出藍軍歸隊 可是也因為借東風 所以反而有了比較 一場挺韓 一場罷韓 兩者好好來比一比 剛才我們在比人數 一個是35萬 一個說是50萬 他們聲稱的數據 你信不信 有一個大大的這個布條 寫著還光復高雄 當然人數是不是真的比較多 大家就自己去好好的想一想了 這下面到底要有多少人 這人是要蹲著來遊行嗎 是 你在馬路上要把布蓋起來 網路上風向很亂 你蓋牌可以 在網路上 馬路上你蓋布 還有警方也有推估的數字 還有捷運站都有客觀的數字 其實看起來 都是挺韓這邊人多了一點 除了地形的條件 還有包括連警方都說 現場估算挺韓人數 大約是罷韓遊行的兩倍 這個是警方他們的估算的說法 那麼這是一個人數上的比較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 訴求的比較 今天當然我們在看說 到底的目的是什麼 今天你看挺韓的是不是 一大堆人都是帶著國旗 人人都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 旗海飄揚 可是我們這邊的圖沒有上上去 大家其實在上網的時候可以看到 居然在這個罷韓的遊行裡面 出現的不是國旗 是美國國旗 不是中華民國國旗 有國旗但是是美國國旗 然後讓很多人就百思不得其解 你罷韓的遊行 幹嘛要帶著美國國旗 是覺得有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好可怕 我們現在是活在恐懼之中 所以難道說 所以有美國大哥來保護我們 是這個意思嗎 讓人也覺得非常的不瞭解 到底用意是什麼 另外就是剛才其實淑慧所講的 你看這一場像是嘉年華的活動 挺韓辦的是什麼 不斷的訴求的是歡樂與愛 甚至大家也看到 挺韓的這些朋友們 大家來遊行之外 也知道要把垃圾帶走 就算不是自己的垃圾 我也要把它帶走 有人就在那裡自動的撿垃圾 對不對 然後還給高雄一個乾淨的市容 可是你看到的 高雄在罷韓的遊行當中 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剛剛其實 也特別有做了一個圖卡 這個上面就有很多的道具 罷韓的活動 他們搬出了一些 非常可怕的 把韓國魚弄成什麼樣子 你看不斷的醜化 還有這個 不用多講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對 你看就這一張 這是一座魚 還貼上符 然後用劍把 然後在地上踩片子 是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天壤之別 這是什麼 散播 那個是散播歡樂 這個是在散播仇恨與恐懼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我就說 這個氣氛是截然不同 但是我們真的要這樣嗎 我們有需要這樣嗎 這個是民進黨的選舉的操作 就是這樣子的模式 其實那天如果在現場看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不是什麼 政治的活動 比較像中原普渡大的遊戲 你會覺得 有多會這樣 你會覺得 因為都是那種像什麼 這樣告誡人家地獄的人 有哪些酷刑什麼 我們就這樣嗎 所以你會覺得何必 把這些東西搞成這個樣子 中原普渡很歡樂 也可以很歡樂好不好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去炒人數 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 本來就知道人家花 老實講 我根本就不相信那天下午 在高雄市有85萬人在那邊移動 我絕對不相信這件事情 85萬人 你覺得那天還動得了嗎 整個高雄應該全部都癱瘓了 我講實在話 高雄才200多萬人 是 那一天我們 4點鐘韓國瑜的結束 到了5點鐘 我們節目做完 我坐車到高鐵站 其實才花了12分鐘 所以表示根本沒有大家 想像中那麼塞 所以這代表什麼 那天的人絕對不像 雙方所宣稱的這麼多 雙方都在碰風 我直接跟大家講 問題是這個就是一個 你做一個活動 就是大家凝聚自己的士氣 我個人覺得 其實WeCare他們算錯 因為他們是半年前 就決定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當時因為 情況對蔡英文不是很有利 他們覺得這個時候 他們在最後這個階段 要用藉由罷函這個東西 來圖選一個 看能不能把蔡英文的聲勢 帶一波起來 我在想他們當初可能 設定蔡英文是落後 可是沒想到 現在他們民調 自己做得太高興了 已經做到蔡英文領先38%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在做這樣的一個遊行 你在幹嘛 我想請教你在幹嘛 正常的領先者 應該怎麼樣 應該希望就保持這樣態勢 降溫 不斷的降溫 什麼事情都不要發生 我就到投票那天就好 結果你舉辦了這樣一個遊行 韓國瑜也跟著你一起 舉辦這樣的遊行 剛好雙方把人吹出來 不管你用各方面去評斷好 我只能說 我講一個最客觀 雙方四軍立體 兩方人都很多 就是這樣 兩方人都很多的情況下 你覺得還有誰會去相信 那個差距30%以上的民調 還有人會去相信這件事嗎 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擺了自己 把自己的選情搞危險 我跟你講引力去年 WeCare就是引力去年 把文化局長辭掉來發起的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他從頭到尾都在挺陳其邁 所以不要告訴我說 這個是為了高雄市民討厭韓國瑜 不是 從頭到尾就是因為民進黨 跟陳其邁殊不甘願才要辦這個遊行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因為引力就是你們的人 然後引力最不夠資格 講人家落跑市長 落跑什麼東西 因為你就是個落跑局長 你當初還不是你自己的選舉 是陳其邁的選舉 你為了陳其邁的選舉 把局長辭掉 去幫他做初選工作 你這個人怎麼還有臉皮 去講人家落跑 你自己本身就是帶頭落跑的一個人 所以老實講 這個政治秀操作過頭 操作過頭的結果是 反而把自己的選群搞亂 我很樂觀其成 你們繼續這樣搞 你搞得越多 蔡英文越危險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一場遊行 現在韓國瑜的正義評估 對自己其實反而把人力都吹出來了 借了東風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一天 其實是一個大家另類的一個共識 因為其實大家都希望 韓國瑜可以離開高雄 罷涵希望他不要再擔任高雄市長 挺韓希望他可以選上總統 所以其實這是85萬人的共識 我就很棒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 其實就我覺得人數 真的都不是重點 如果在於罷涵跟挺韓這之間 還是最後如果說這個公投案有成功 這個罷免案有成功的話 還是最後去投票的人數 才是真正決定的關鍵 前面的遊行其實都是肇事 所以不管主辦單位是喊多少數字 那就我覺得就是 隨各方自己去評論自己的人數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的 最終還是看決定在於投票的結果 當然就我覺得這一次很開心 就是沒有看到任何失控的表現 雙方都非常的理性和平 就代表說台灣的民主 其實已經走到一個 非常高度成熟的階段 就是大家可以心平氣和 甚至是大家同一攀捷運 都還可以沒有任何衝突的狀況下 各自去挺各自的陣營 甚至我在臉書上看到我的朋友說 他的爸媽是韓粉 他自己是希望可以罷韓的 他們家是全家一起 各自準備好之後 一起出門 一起搭捷運 再分開到不同的會場 我覺得其實這就是一個 美好的和諧 就代表說其實台灣的社會 就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好 等一下我們就要好好 再來比較一下 在這場活動之外 他的主軸其實是說 是罷免韓國瑜 罷韓 但是現在這個罷免的罷 是不是變成了霸凌的罷 稍後來 我們說這個罷韓 挺韓的遊行 當然挺韓的說是歡樂 剛剛我們講的罷韓的新聞 好像就是你要罷免韓國瑜 好像有點霸凌韓國瑜的味道 但是現在民進黨的人 都跳出來說 這不是政治操作 韓國瑜說是政治操作 好 我們聽聽看他怎麼說 本來一個政治人物 不管當總統 市長 縣長 里長 議員 接受公民的監督 接受公民的投票與罷免 這都是憲法賦予的權利 這個沒有話講 但是事實上 我們當高雄市長才兩個月 就開始罷免 然後一直醞釀 敲鑼 打鼓 然後一直不停的 到處去做反面的宣傳 這個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才是政治操作 怎麼會說是政治操作 民間自發的活動 引力不是都這樣講嗎 引力先因為現在不是 高雄市府的官員 所以他就算是民間的 民間人士 黃捷 原來不是民進黨的 但是特異 當然就是民間人士 陳柏惟 激進黨的 也是民間人士 但是後來我看到這個節目 在整個活動上面 有高雄市議員 當然在上面主持活動 民進黨籍的 那可能是因為假日 他們也可能是民間人士 應該是這樣算 所以我們的陳菊 前高雄市長說 這個遊行跟選舉無關 完全民間自主 包括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也正好在 Wincare遊行的前一天說 我要回家了 底下寫一個Wincare高雄 這個完全都是民間自主 但是我們就講到說 剛才講說 韓國就職才兩個月的時候 你就發起了罷免活動 到底對不對 就你看 在2019年的年初 就已經發起了罷韓連署 然後到現在12月26號 其實才開始真正可以遞交 在這整段的過程 王請求講了說 現在中選會要出來說明 提前連署是不是違法 你不能這樣放任 不管 尤其是人家才就職 兩個月你就在發起罷免 過去蔡總總怎麼講 我執政100天 我不希望別人 用100天來評斷 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他還設了100天 現在還過於60幾天 奇怪 我們這樣明顯 大家都看不下去 對他罷免他了 這樣合理 民黨的壞習慣都這樣子 大家要去查一下 2012那時候蠻久連任 520才就任 沒有 519就先跟你發動 這樣罷免大遊行 明朗 還沒就任前就算 明朗就一起來用這一招 他們真的紀錄太不良了 好 真的選爸爸賦予你可以罷免 要就任滿一年 他們在修理誰 修理馬英九完 現在修理韓國瑜 怎麼還沒上台 然後就職才多久而已 然後就開始在推動罷免了 第一 你輸不敢亂 然後說你要光復高雄 可以這樣子嗎 好 你要光復 你對韓國有意見 你還滿一年不和選爸爸之後 你才開始推動連署 開始推動罷免 不是 你前面就職不到五六個月 再開始推動罷免 開始推動募資 開始推動連署 這為什麼 整個就是為了2020選舉 就是把罷免遊行 當作是2020選舉 要集中選票的一個方式 吹票的一個方式 不是這樣子嗎 而且他強調民間自發的活動 別假的 昨天多少民黨人士站上去 他只是戰袍沒有穿上去而已 昨天多少挺綠的上去 民黨所以不要用這種切割 全世界的洗髮去畫畫畫 誰不知道這有用是你們辦的 所以不要用這種方式騙人了 所以切割的好處是說 這樣就不會違反選罷法嗎 你不要違反選 選罷法 裁判也是你家 中選會也是你家開的 有用嗎 所以到時候 真的推動罷免開始 20話開始 引力他們說 要把連署書送到中選會 因為推動罷免 是中選會認定 裁判也是你家的 送上去 昨天還有民進黨人士 開始講說不行 高雄市選委會 現在還是韓國瑜在主導 也不是 罷免是中央負責的 所以所有認定 都是中選會認定的 所以這個罷免連署 你說好 大家質疑說 他的連署書有問題 沒有用 我高興搞不好 韓國瑜還沒就任的時候 連署書都寫好了 這是民進黨的心態 你說他格勢不符 沒有用 中選會早就認定都符合了 對 所以是這樣子 當民進黨 越打韓國瑜的時候 另外一邊就會出來挺他 所以之所以為什麼說 為什麼禮拜六 罷免遊行那麼多人的時候 挺韓的就會出來 就剛剛有人在講 一邊是歡樂的 一邊是仇恨的 兩邊就是對撞 還好沒有衝突 那只是說 當蔡英文當初 如果你就任滿100天的時候 你在開記者會講說 不要用100天論斷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總統的懲罰 不要用100天去論斷 閣員的懲罰 你現在怎麼不出來 幫韓國瑜講句話 說他隱匿你這些人做錯了 你要等韓國瑜就任滿 一週年之後 做得怎麼樣 你才去修理人家 而且韓國瑜真的沒有成績嗎 農產品外銷多了三倍 然後觀光旅客前11月倍增 然後陸平也做那麼多 慶應越贏過陳菊 還是說成績做得比陳菊好 就應該推動罷免 這是民黨的心態嗎 所以民黨拜託 真的行行的饒了高雄吧 結果這個陳菊 還在這個臉書上面 有一個貼文 凌晨的PO文 他怎麼說 他說 微笑高雄 高雄微笑的樣子真的好美 一段時間沒看到 這樣美麗的笑容了 在這個罷韓的活動之後 他臉書上面這麼說 可是到底有沒有人 哪沒有過去民進黨的官員 在掏空高雄 陳佩琪就是柯市長的妻子 那麼他有他的見解 你知道他其實對於時政很有意見 常常會表達他的意見 他說掏空高雄的人 現在正在掏空中央 然後柯文哲也呼應了 他的太太的看法 但現在這些人就說 韓國瑜做得不好 韓國瑜就算只做60天 我們就應該要罷免他 他落跑 可是你說蔡英文總統執政 他執政百日的時候 人家說他做得不好 結果他說 不要用100天來評斷 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然後你們現在就用 用什麼 60天來評斷韓國瑜 執政的成敗 這是民進黨的雙重標準 不是嗎 來 淑慧 我記得不是 我後來最近看到一個網友 給我一個檢舉 我還在查證 他說其實早在2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IP 陸續的在PTT帶風向 所以韓國瑜做得很差 然後要去罷免他2月 他才上任兩個多月 然後接著以後 綠美又開始 3月開始就開始鋪天蓋地的檢視他 包括說登革熱 大家記不記得3 4月就開始登革熱了 然後檢驗他說 你要不要把預算退回去等等的 如果說這個IP查出來 確實是屬於一個有系列的話 確實又跟網軍有關係的話 我們就可以證實一件事 其實韓國瑜一當選 民進黨就準備要早查 把他罷免 罷免不成也沒關係 中錯你的聲望 這個根本跟他要不要選總統 是毫無關係的 因為我們知道引力 他開始在吐槽韓國瑜 開始在酸韓國瑜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高雄的前 什麼秘書處的陳瓊華處長 還有六小福 其實都不是在韓國瑜 決定要選總統的時候 才開始去酸他 吐他 黑他 都不是 早就開始了 早就開始了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說現在要說 誰叫他去選總統 所以我們才要送他去選總統 是這樣嗎 不是吧 你們根本就是早有預謀 就是選輸了 我也要用奧波 想辦法讓你下台 再選一次 這個就是引力他們的目標 還有就算是罷免不成功 也沒關係 我年年搞你 搞你不同的議題 因為光是第一年提出罷免 就足以讓高雄市民被代稱說 一半討厭他 一半喜歡他 現在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都知道 首長剛選上的新任是吧 是有蜜月期的 即便當時沒有投他的那些選民 也會覺得說 好啦 你現在當選 我給你做看看 我來看一下 本來高雄市民 是有這樣蜜月期跟期待期說 好 我們就來支持韓國瑜 當然會說 我們換了一個新市長 我們來看看他做得怎麼樣 不支持韓國瑜的也會想說 好 我看你們國民黨做得怎麼樣 大家 民眾 高雄市民 都有一個空間 想要去用一個客觀的方式 看韓市府團隊的表現怎麼樣 可是因為引力跟陳菊的 前朝市府團隊們 跟那一些六小福的議員們 一開始就去操作這種 我要罷免 你做得好爛喔 從他當選的第一天 你就開始說他做得好爛 大家還記得他當選完沒多久 有議會一開議的時候 陳志忠就說退回預算 叫韓國瑜重編 聽起來好像是在幫他 實際上就是在陷害他 為什麼 我待過市政府 我也待過議會 如果韓市府要整個重編預算 再經過議會的話 我告訴大家 已經到了今年的7月了 所以這半年他就是要讓韓國瑜 現在要什麼 然後到了登格勒爆發的時候 就用預算來卡 卡到什麼時候 卡到韓國瑜要親自北上 來開行政院會 拜託他高蘇院長 結果想不到連在行政院會 都有埋伏 大家記不記得 還去拍喔 說他好像很累的樣子 然後之後還去剪輯 大家能想像嗎 一個直轄市長到行政院會 去跟院長拜託預算的時候 誰知道連陷阱 都要放在行政院會裡面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不只是WeCare 還有整個民進黨 他們是結合在一起 想辦法讓韓國瑜在高雄 坐不安寧的 然後現在一旦要發動起來 他發現說整個氛圍不對了 為什麼社會上普遍認為說 民進黨做得太敲軌了 然後大家看到在遊行前 民進黨紛紛的跟WeCare 開始去切關係了 這不是我們民進黨辦的 這是公民組織 可以這樣子就對了 我就跳到這邊 Yeah 我是民進黨 又跳到這邊 Yeah 我是公民組織 這根本就是在欺騙大家 我跟你講你也不用裝了 大家都把它算在民進黨頭上了 就是你們民進黨在搞韓國瑜 讓韓國瑜高雄市政做不下去 然後他為了高雄 要拚一條路出來 他出來選總統 你們又說他要落跑 然後剛剛韓國瑜還說 85萬人都希望韓國瑜 離開高雄 錯 韓國瑜是答應過高雄的 如果他選上總統 他會把相當的精力 甚至會有一部分的時間 試在高雄辦公 讓高雄市民還是看得到他 讓高雄市民知道 韓國瑜當選總統以後 可以給高雄更多 對 這個挺韓霸韓的遊行 其實在禮拜六 大概至少85萬人以上 在走在馬路上 很多外地來了 我們剛才特別還看到 好久不見的吳英寧 有 我有看到 馮光源 其實你看外地人都來了 有人在講說 正好來體檢一下 韓國瑜的市政 尤其用腳走在馬路上 路到底平不平 我們現在要封個 其實對 大家民意展現 走出來就可以看到 高雄市到底現在變得怎麼樣了 我想那一天民進黨 他們發動的挺韓的遊行 這個霸韓的遊行 號稱50萬人 挺韓的遊行35萬 50減35 剛好15萬 剛好是等於什麼 去年11月24號 韓國瑜勝選的票數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個原因非常清楚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很多 從網路霸凌一路到街道 街頭的霸凌 請問一下 50萬人 把韓國瑜踩在腳底下 有沒有把它踩扁 有沒有把它踩爛 有嗎 有把它踩扁 有把它踩爛嗎 我認為50萬這個數字 基本上已經被外國人 看穿了手腳 看出了這裡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破綻 這個外國人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日本前駐台的代表 早田幹夫 這個新聞是昨天自由時報 在12月23號就是昨天的凌晨 0.28分發的一條消息 他說韓蔡的差距在5%以內 這個消息的內容是什麼 早田幹夫打臉所有的台灣 檯面上的民調 台灣所有民調都說20 甚至於有說韓國瑜出30%的 這個民調在日本人 何止30% 因為我們知道 世界上做情報做得很厲害 日本 美國 日本的情報是做得非常的細緻 他在台灣的所有的調查 都是會送到東京去的 所以早田幹夫講了一件什麼事情 他說現在韓落後20% 但是並不樂觀 因為肉搏戰短兵相接的時候 差距可能只有5% 早田幹夫沒有鐵口直斷說 韓一定會贏5% 或者是韓一定會輸5% 但是他講得非常的 這個斬釘截鐵就是說 勝負在5%之內 勝負在5%之內 他也比較了 蔡英文跟韓國瑜的特點 他說蔡英文缺乏一種 教主的感召力量 他缺乏一種 煽動民眾的力量 而且他的親和力 蔡英文明顯不足 韓國瑜讓人覺得很舒服 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講話有趣 忍不住會被他吸引 這是早田幹夫講的話 早田幹夫講這個話 就代表什麼呢 韓國瑜在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從網路霸凌一直到12月21號 在街頭被霸凌 這個霸凌是完全失效的 這霸凌的越嚴重 反而效果是適得其反的 比如說剛剛抱小孩的照片 然後臉書旁邊弄一個 什麼得炮疹的 什麼金黃色 葡萄球菌的 這些事情其實站在 中間選民的一個立場 看到韓國瑜被50萬人霸凌 被網路霸凌 被街頭霸凌 大家想想看 中間選民會同情蔡英文 還是會同情韓國瑜 當然按照一個中間選民的一個正常的 正常人的態度跟立場的話 當然同情韓國瑜 韓國瑜被霸凌那麼慘 他是弱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一場 12月21號的遊行 綠色的選民 就算50萬 這個50萬對韓國瑜來說 是絕對加分 我再來講 就是說那個常常的 保衛台灣的布條 你就畫面這個 對 大家想想看 那個布條 如果說我們小孩子都有被 小時候都有被老師體罰 我相信韓兵你小時候也被體罰 對不對 手舉起來 老師說手舉起來 罰站 我甚至於還有被 台的那個客桌椅罰站 我告訴你 罰20分鐘 你就淚流滿面 拜託老師 你饒了我吧 你想想看那個綠色的布條 你能夠拉多久 一個標形大旱 一個180公分的人 每一個人你能夠扯那個布條 舉高能夠舉高多久 你能夠舉高一整天 一個下午嗎 所以大家從畫面上 看得非常清楚 那個布條都是半人高 半人高大概多少 了不起就是120公分 難道下面的人要用狗爬式嗎 難道下面的人 都是120公分的小孩子 或者是大人蹲著 在那邊跑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50萬 我告訴各位 早田幹夫 早田幹夫這位日本的駐台代表 我認為他們的情報顯示 其實這東西好小 50萬 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明星的象徽 在1月11號投票的那一瞬間 其實外國的情報單位 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 蔡英文的選局 選局是非常危險的 民進黨的選情是非常危險的 越是這樣 他們的奧布會層出不窮 我幫豐哥複習一下 早田幹夫大家聽起來很熟悉 這就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稱親愛的大哥哥那一位 就是跟綠營的關係 其實很好 所以大家在講說 是不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現在居然講出來 勝負在5% 還說蔡總統 好 這個剛剛下午的時間 其實這個韓靜辦這邊 也有再開了一場記者會 那麼在剛才也聽到 發言人王顯秋 他有提出了幾個重點 當然他第一個 他也提到的就是 接下來即日起 不會再去上 這個三立電視台的節目了 我想是不是 可能也覺得去那邊 其實想要講些什麼話 可能是不是都會扭曲呢 所以就不去上 這個是剛剛收到的第一個訊息 然後第二個 就是他直接說 在我們今天一開始 所討論的到這個 拿女嬰來做為一個政治操作 這件事情 他說是所謂的陽慧如們 他們這些網軍在那裡操作 所以也提到了說 既然你們散播不實謠言 我韓靜辦要對此提告 要提出告訴 一定要揪出這個幕後的造謠者 這是剛剛收到的一個最新訊息 對啦 這個我們在講到說網軍帶風向 尤其從年初到現在 你看到 韓國瑜進香港中聯辦這件事情 是不是網軍帶風向帶的 讓綠營人士 包括了蔡總統在政見發表會上 還特別要再強調一次 包括這個事情 像剛剛韓國瑜進辦推出的 這個記者說法 我們來聽聽看 好來 網路上打馬漢將指示篤欄 先用假訊息 假圖 他去網路上任何的搜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國家機器付的錢 這些錢去假訊息 搜集起來之後 網路上先發 所以我們今天正式請律師 我們即將包括對於打馬漢將 還有指示篤欄 以及三立新聞 三立新聞網通通提出告訴 那麼同時我們進辦也正式的宣布 從期日開始我們幾位發言人 都不會再上三立的政論節目 這是要避免被扭曲 因為如果說跟大陸之間的交流 要被扭曲的時候 要賣台 一國兩制 其實很多的圖片看起來 是不是你也要說他們賣台呢 比如說高雄市長陳菊 當時見了上海市長韓正 賣不賣賣了什麼 賣水果還是賣台呢 再來 還見了張志軍 國台辦的主任 越見成績越高 包括了 你看這個比較小章 看不清楚了 蔡總統當時 他是到了 這包括了 國務院的副總理前期生 都有同台的畫面 謝長廷 見了香港特首董建華 賴清德 見了上海市長楊雄 我這邊要特別補充一下 因為當時我在現場 不只見了楊雄 隔天去了復旦大學 說是要跟師生做一場座台 結果我們就去 想說本來無聊 就看不到任何的布條 也沒有任何師生知道 結果後來進去一個場合 上海市台辦主任在裡面 跟他座談 所以說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些綠營的人士 去見了一些 包括了政治領袖 都沒有被說賣台 結果韓國瑜一見中聯辦 就被說賣台賣了這麼久 我們叫他縣長 今天你們也開了記者會 奇怪 為什麼韓國瑜 就一定是有賣台的可能 那其他人 同樣都是交流 他們都叫交流 我跟你說 先把它結構講一下 所有的台灣的政治人物 如果到大陸去 都要由台辦安排 甚至國台辦安排 那去香港跟澳門 是屬於國台辦下面 叫中聯辦 來安排 所以謝長廳先生 我也問他 你到香港去跟董建華見面 然後是誰安排的 那天照片上吃飯的餐會 中聯辦有幾個官員 坐在那裡 請謝長廳回答 你都是中聯辦安排的 有什麼差別 你跟國民黨 跟其他政治人物 沒有差別的 第二個 賴清德 去了上海 也是國台辦安排的 然後國台辦安排 你剛剛講 建任那些人 還有 我今天已經講了 他建了統戰部的 上海林 統戰部 部長 上海的統戰部部長 那現在請你出來說明 因為別人問你 這個其他人的事情 國台辦的事情 或者中聯辦的事情 你支支吾吾的 有啊 昨天看到他接受訪問 還在強調啊 你不知道支支吾吾的嗎 今天請你出來說明清楚啊 蔡英文 你要說明清楚啊 你怎麼做陸委會主委 跟陳水扁在一起 你們兩個都主張什麼 要簽和平協議喔 白紙寫黑字 你們兩個主張要簽和平協議喔 這是在國防白批書裡面的喔 另外你也承認有九二共識啊 陳水扁昨天還打你的臉說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這是你以前的總統 你以前老長官說 打你的臉 說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說你也贊成一個中國 是不是 蔡英文你要出來講明清楚嗎 你怎麼過去講的事情 主張的事情 跟現在都不一樣了呢 你也見過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啊 對不對 前期稱啊 副總理你也見過啊 雖然那時候 你只是陸委會的諮詢委員 但你都見過啊 所謂蔡英文 賴清德 跟謝長廷 你們都應該出來說明清楚啊 你們所有的安排 是不是中聯辦安排的 是不是國台辦安排的 是不是台辦安排的 你們去了那對岸 去了香港 請問你們談了什麼 你們要不要出來說明清楚啊 我覺得今天陳水扁打臉 蔡英文很好 呂秀蓮打臉 蔡英文更好啊 打臉得更清楚啊 你根本都在選 天天在選總統嘛 對不對 你把這個國家搞得 這麼一塌糊塗 還有陳水扁也講啊 蔡英文把媒體 給控制了 都講得很直白 這都不是我們講的 這都是民進黨 蔡英文你過去服務的 你的總統 副總統 你的老長官出來說的事情啊 請蔡英文你出來說明清楚 我覺得這場選舉 否則你選不下去啊 因為他們講的 你表裡不一 你再說謊話 好啊可是現在啊 你看他們都是硬要趕快過什麼 反勝透法啊 那難道不會去問 之前見了這麼多的中共的高官 那這些綠營的官員們 難道不怕被反勝透嗎 是不是應該好好 先從這些人來查起啊 豐哥 反勝透法 如果今年12月31號通過的話 民進黨你要注意 你不是永久萬年執政 你總有輪替的時候啊 比方說1月11號 投票如果早田幹夫 預言成真的話 如果民進黨輸5%的話 韓國瑜當選剛剛好 反勝透法 剛好就是辦電視牆上 包括陳菊 甚至於包括蔡英文 因為你們過去所作所為 全部違反反勝透法 從第一條到第12條 全部違反 然後最高 最高徒刑可以處 七年有期徒刑 一億元的罰款 你們就是剛好做減制服 剛好自己關自己 這樣子滑得來嗎 好有機會 今天晚告待會回來 當我們在講說交流 你真的要有一套的標準 不能說雙標檔 你只要講說 你韓國瑜去就是賣台 我的所謂的市長 所謂的其他人去就是交流 我們現在瑋山回應一下 就我認為就是民進黨 在我們一直以來的政策上 或是在行動上面 都沒有做出對於台灣不利的事情 我們的政策也都是遵守著 就是說我們保衛台灣 然後對抗中國 對台灣的侵壓或是侵略等等的 包含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短短的三年內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有通過 所謂的國安無法 那也是為了要保護台灣 我們不經常反問 如果國民黨真的認為說 他想要捍衛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 支持這個反滲透法呢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應該是雙方要來一起合作了 因為國家就是只有一個 台灣也只有一個 當然從這個兩岸政策協會 最近有做了一系列的調查 對於選民的支持度來說好了 認為說有能力捍衛主權的蔡英文 她大概支持度有59.1% 有這麼高的 將近六成的人相信她可以捍衛台灣 反觀韓國瑜只有16.1%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大家對於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還是相對比較信任的 而且在這個香港事件之後 擔心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人 大概有高達也是有5成5的比例 那超過5成的人也是贊成 所謂的反滲透法的 那所以真的是需要 不同的政黨一起來合作 我們才有辦法通過這部法律 也才能夠真的可以保護